但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讲啊 何尝容易 比如说你是稳型的 从十二三岁就在一起 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两个人如果两个想能想帮助他 他就能够拦不住 好我们来看比赛 现在萨姆索诺夫首先发球 萨姆索诺夫是出现了一个五位输 发出拳 那户头有比较好 而孔敦辉呢在中国队里边的力量呢 直接抢攻 漂亮 应该说是相对自信了很多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 这个赢球最能够改变你的状态 这一球的 但这种 赢球是第一局 那今天的这个世界打一次 中国队五比零胜 那么今天呢 中国队现在又是一比零领先 刚才呢是马林三比零胜了 瓦尔德里尔 现在是孔灵辉对萨姆索诺夫是第二场 那么这场比 那恐怕孔灵辉没有太大的便宜 又形成那种局面了 现在两个人在相 包裹这个时间都要早一点 开短 形成相持 很拉 开短 他早就应该把这个自己的打法 应该改得凶狠些 杀板的球 要有一下子能解决问题的这样的球 这个可能会侧拉 侧身抢拉 没有拉到 这样萨姆索诺夫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11比9 所以双方也是在 主要也是在斗心理的这个方面 你看这一局明显的就是 好让我们来看第二局 现在首先有孔灵辉发球 现在产生比分 产生比分是1比0 应该说萨姆索诺夫 现在也不是他的最好的时期 在几年前的时候 萨姆索诺夫的球 是到了这个巅峰状态 那个时候的球是相当的完美 似乎好像很少有失误 那个最优秀的运动员 也就保持的几年这样一个情况 过去了 就慢慢慢慢他就会往下走 运动员一定要特别珍惜 就是他在高峰能够把自己 这个能够调整好 调整到这个 一直在这个状态上面 脚的时候不懂 自己等着岁数大了 慢慢明白了也晚了 现在1比6 它这个连续性呢 就是显得比较连续的快 而且流畅 好球 这孔灵辉的意识非常清楚 比赛当中是最奏效的 我们很多的运动员 尤其是女子的斜线 只要一抬手 就是斜线 所以这个意识上的东西 你很难能够彻底改变它 他前面很注意落点意识 可是到了关键时刻 10平11比10 这时候找这个圈子 这样可能会在第二局比赛里边 就以11比3远台 这样的使运动员呢 他就具备了一个像多方面发展的 这样一个基础条件 对的生涯非常影响 这动作 基本动作很关键 运动员的意识都是在 从最小的时候建立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三局 你可以注意这个现象 所以打球就要打到对方难受的地方 哪难受往他哪打 哪难受呢 中间难受 因为你打到中间的时候 他挥不了拍 他拉不开肌肉 三姆索诺夫一般都是 每次看他的比赛 而且平时不爱说话 比较内向 四比一领先 这场比赛的这个火药的味道 应该说比第一场 马林和瓦尔德内尔的时候 你看他动作 他不是特别利索 感觉比较绵 太平稳 高球 他正反手很细腻 衔接很好 就跟孔灵辉这个路子是一样的 但是他比现在要快 就整个台内的这个肯定要慢一点 这个时候运动员就是 年龄大了以后 首先你要想到是要创新 改打直线 多练打直线 他就本身在思想上就不愿意去接受 就不想去练这个 我打的斜线好好的 为什么又改直线 所以他从内心 他就不想去搞这个创新 但是你要发展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创新 对 注意看他这个发球 你说乒乓球简单吗 他也很简单 就是你发球 我接球 然后你抢弓 对 但是你说一复复杂的话 你看 这前三板没有了 这第一板一发一抢 没了 接过去就形成相持 其实就这几个技术 拉匹器 形成相持了 软的 反手拉起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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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连续板 联系性非常好 联系性好的运动员 你看 他不一定是一线得分 他通常是两线 来一线 又来第二线 第三 车身抢拉 擦边 运气 这是运气球 运气 孔林辉也笑了 这样呢 在前面的三局比赛里 孔林辉是一二比一 平时也正经常见到他 在比赛当中 就是给人感觉很沉稳 很稳的一个人 但是到了赛场上 就不能这么稳 所以运动员是 平时 据我了解呢 就是国家 这个 现在呢 就是由于这个 国内皮膜球的升温 现在正定基地呢 有很多的外国的小朋友 就都到这来训练 连续擦网擦边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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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心理上 可能觉得 运动员的胸怀 就是一个大度 就你能够接受他 能够的话 遇到一点问题 你就受不了 比如说十比十 你打个擦网 你马上就崩溃了 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孔灵辉 现在优势 比较大 2比1 前面2比1的局数领先 今天不会还是5比0吧 有这种可能吗 你觉得 造这个局势发展下去 好像还是有可能 最近好像王浩 有点上升 上升的趋势 能不能把自己的经验 充分发挥 这个让陈起 这个小 小云童园啊 比较大 是吧 对 又擦了一个边 孔灵辉都擦得有点 不好意思了 对 有点不好意思了 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 那如果说 换了奥运会的时候 这要连续擦 那应该说 心里应该 比较增加一些 这个自信心了 哦 漂亮 来 半空中 反手大力的回抽 好球 又拿回一分 白短 黄玉 现在场上比分 是6比9 萨姆索诺夫还差3分 6比9 也不大 7比 9比7 哎呀 这一段 白短 白短 漂亮 孔灵辉刚才呢 这样孔灵辉就以11比8 又取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1 战胜了萨姆索诺夫 对王立琴 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在湖南会展中心 为大家介绍了世界明星队 对中国明星队的第二场比赛 现在后面的海洋